阿虎也是電信被騙的 我也是貪啦 但是我是貪不方便 實際上因為那一段 前一段時間是那個疫情有沒有 然後我們這種是屬於業務性質對不對 不上班哪有錢 所以怎麼樣很窮啊 對不對 然後那時候就划那個手機 划那個IG 你可以跟無尊借錢啊 無尊很有錢啊 他會借錢是不是 他會會會 好待會待會在節目錄完 這忙跟他借 然後反正就划那個IG 划廣告 那可能是因為那段時間 真的太窮了 所以你搜尋都是一些什麼錢啊 然後怎麼 怎麼樣 對 之類的 對 然後所以你的那個IG的 那個限時動態的廣告 就跑出了一個那種 銀行的那個借款 紓困貸款 然後他那個銀行是寫 就是網插銀行 插到銀行 那我剛好是這個銀行的 就是我有往來就對了 所以我想說 太好了我自己在用的銀行 那我就跟他貸款嘛 這樣比較容易過 所以我就點進去之後 然後就是連結就進去 也是網頁的銀行 網頁全部都是 然後你就稍微把自己的這個 名字跟電話填進去 他說專員會跟你聯絡 對 對不對 結果國不起來隔天就有專人打來 然後是那種就是正規的電話號碼 但是我當然不知道是誰打來 但是我就接嘛 他就說他是這個網頁的這個專員 這樣子 你是不是有跟我們申請這個貸款 然後我說對... 然後他就說好 那待會他加我的Line 然後我們用Line聯繫 我想說也好 不然你用官方電話這樣子 我們很麻煩 對 所以國不起來就有一個這個Line 就是加我 然後他叫做什麼 這樣目前為止他很笨耶 目前為止 就不笨啊 對不起 大家請體諒 這是我第一次在網路上做這個事情 而且我也很少 拜託那個 基本上沒有 而且你覺得現在大家都科技人 用這種通訊軟體 方便 而且疫情不能出門啊 所以我怎麼去辦 你懂嗎 我只能在家裡做這個事情 然後他那個網頁也是寫網銀行 等一下跟大家講這個細節在哪裡 然後他也是什麼什麼網銀行 什麼什麼金融專員 什麼什麼的 然後就開始跟你聯繫 然後聊天過程 內容也沒什麼太大的bug 然後後來他就說 那待會我傳兩份文件來 給我簽一下 就是簽了之後 然後如果審核過了 就撥款 聽起來就是一個很正常的形式 對不對 然後我就把那個上面資料 填一填之後 然後用線上簽名 簽完之後就送出去 然後送出去之後我才發現 欸不對啊 我怎麼突然把我自己全部的資料 給一個陌生人 對 都給他了 那我還不知道他是誰 雖然說他有一個Line 對 對吧 然後我就趕快去搜尋一下 就是這個類似的事情 就是有沒有人跟我一樣 遇到一樣事情 然後有沒有貸款成功這樣 你也是網路上搜 搜 我也是搜 結果一搜之後 你就搜到 喔 他說什麼 網屁銀行詐騙 喔 明白這些 網屁銀行詐騙喔 然後我想說 欸 什麼意思呢 我就點進去看 他就說 就是你是不是在 就是案例是這樣 就是說有一個人 他在這個網路上 限動 點進去 目前為止都跟我一樣喔 然後看到網屁銀行的 網頁 喔 也一樣喔 但他們 就是發現了一個 小細節不一樣 就 舉個例子 譬如網屁銀行的網頁 可能叫做網屁 金融銀行 好不好 對 然後那個叫做 那個詐騙的網頁叫什麼 網 金融銀行什麼 管理部 類似這樣 就差了一點點細節 加一個不痛不癢的東西 讓你也不會發現 對 可是長得一模一樣 所以我們就把這個個資 全部就給他了 然後我想說 那這個時候 我要怎麼辦 因為他就說 就是 明天他還要再密我一次 但我覺得 如果這時候跟他講說 取消的話 他就會發現 我知道他在詐騙 對不對 怎麼辦呢 這時候聰明回來了 怎麼辦對不對 這時候有 OK喔 告訴大家 我怎麼做 可是你的資料 他有事嗎 可是一般人 基本上是 你給了資料之後 他會去取你的錢之類 我也沒有辦法 可是我都給他 我怎麼辦 那你想封鎖他的理由是 我就想說 眼不見微信 我真的 當下是這樣 眼不見微信 我真的 真的 對不起 對不起 我錯了 我真的就是封鎖他 然後刪掉 封鎖就算還刪掉 就是我希望他不要再煩我 因為我只做到這個部分 他還是要去跟銀行申請這個東西 才有辦法拿我的個子去做 其他用途 我當時候是這樣想 然後就 我想說 封鎖他 那也沒事啊 然後他可能就覺得說 我發現詐騙 所以他就不騙我了 對不對 你就覺得他應該還會有下個步驟 應該就停損了 對 我覺得我全部封鎖他 好像封鎖前女友這樣 你知道嗎 全封鎖 你有那麼多前女友喔 就是同一個前女友 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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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後來過一段時間 我就發現 我怎麼收到一個這個信件 然後這個信件是這個 海關寄來的 海關 我想說我從來沒有進口過什麼東西 怎麼會海關 然後他寄給我 一打開 他就是通知 通知我就是 就是違反這個 槍 砲 彈 藥 管 制 條 力 他說我 我就 收到一封這樣的信 然後我一拿到這個信的時候 我心裡第一件事 覺得是什麼 你知道嗎 我覺得是詐騙 我就把他撕了